籃球是基隆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不过因为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为了避免民众打篮球群聚接触增加感染风险 基隆市长林又昌宣布 截止起基隆全市市外篮球场封闭两周 有鉴于双北的一个疫情的发烧 我们也接收到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们的户外的篮球场 还是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在运动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 觉得因为在篮球场在运动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戴口罩打篮球 而且会有近距离的肢体的一个接触 更重要的是打篮球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都是认识的这些同学或者是朋友 其实会有相关的一个风险 因为打篮球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戴口罩 所以我也在这边宣布 也拜托我们年轻的朋友忍耐两个礼拜 我们金融市的户外的篮球场 我们会进行 在今天下午之后我们会进行封闭 然后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进行封闭 那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防疫期间以防疫为重 对金融市政府封闭市外篮球场的决定 球友与身兼体育会篮球委副主委的金融市议员 同志位都很认同 总不能边打篮球边戴口罩吧 这样子怎么打得下去 毕竟打篮球跟那么多人之间互斗 有时候打全场半场 然后又好几队在抱 一次都十几二十几个人在旁边喝水聊天 这很难不戴口罩 很难去阻止这个传播 那个疫情的传播 因为打篮球的球友都知道 我们球友之间身体的接触多 而且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绝对是一个群聚的动作 而且打篮球最重要的是 绝对没办法戴口罩 所以我们非常赞成林永昌市长这样子的决定 那我也请各位球友可以忍耐两周 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防疫的这个艰难的时刻 为了落实防疫工作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呼吁爱打篮球 的市民在忍耐两周 等疫情趋缓再重新开放球场 让球友可以安心享受打球的乐趣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